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我们去上课 有课 把车锁上 自动锁了 我记得我没按 现在都改自动了 挺好 进门之前先戴口罩 来一碗豆腐脑 来吃什么呀 牛条 和炸肉 菜条子 药饼 馅饼 不要了 这是春卷是吧 这是春卷 这是豆腐脑 豆腐脑的量可真大 今天克制住了 没吃油饼 按说豆腐脑配油饼是最好吃的 油太大 不吃了 我在这儿等红灯 顺道再给大家拍拍北京的蓝天白云 最近空气质量特别的好 早上起来最凉快 骑着我的小单车 吃饭了 吃饭了 不吃饭了 不吃饭了 吃饭了 我刚下课 模特课 走不动了 坐这贴会儿 我们这个模特课呀 上了好久了 就因为这疫情啊 老停 一会儿上一会儿停 上次吧 刚上完挺高兴的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 结果又有阳性了 结果就停了 今天又开课了 线下 本来吧 我们30多人 后来因为疫情嘛 就改成15人 今天我一看 就8个人 都没去 可能天热吧 我今天早上起来 也是犹豫半天来不来 后来我一想 机会挺难得的 好多人想来都来不了 就来吧 午夜半起床 6点钟出门 骑了两个小时自行车 然后走了两个小时 上了一个小时的课 上的别的课 跟模特没关啊 我这一上五个小时啊 这没有点好的身体 真不行 看来我是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我上课的时候 因为好久 又没见了吗 一看这帮人 越来越瘦 我是 我们班里就俩胖子 一个我还另外一女的 也是又高又壮的 因为我们来这吧 就是 老师就让我们自己排组 然后自己编队行 然后老师大概其指点一下 然后放上音乐 就开始咔走 我跟这稍微胖一点 高一点这姐姐 我们俩一块儿 说实话 我愿意跟他一块走 我跟别人一块走吧 他们太瘦了 我都害怕 我撞他面 给他们撞脑子 后来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就老问他们 我说你们 从后面看吧 就像二十多岁的身材 他们瘦的还羡慕我们这胖子的 真的都五六十岁了 怎么得保持着 那身材那么瘦啊 吃的少 就是说吃的少 可是我看他们也挺有劲的 走后也得光光两个多小时 也没事 我现在搞不清楚 是胖好还是瘦好 但是你说他们瘦吧 离近了看 你要看脸啊 没法看 特别黑 我发现这个黑瘦黑瘦 真是有道理 人一黑就瘦 然后脸上奔也特别多 然后那眼睛上也是褶子 脸上也是褶子 全是褶子 但是你从后边看 然后走的时候 又穿连衣裙都可美了 可是你要看 搬着我们那俩胖子 那脸鼓鼓的 就没那么皱纹 所以这就是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要想有好的身体 是吧 好的身材 你就有皱纹 你要胖点吧 倒有劲 换一个人 就这样五月半就起来 就这么折腾一上午 我估计早累趴去了 我也挺佩服我自己 哎呀 我就想啊 我现在过的就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太美了 活动活动虽然挺累的吧 但是挺舒服的 哎呀 昨天有一个粉丝朋友哈 说蓝拉我跟你人买豆浆鸡了 后来我们俩留了手机号了 聊了会天 他还挺喜欢看我视频的 告诉蓝拉 我天天看你视频 可喜欢你了 哎呦我真没想到哈 还有人喜欢蓝拉 行 好了 回家吃饭去了 饿得都没劲了 一上午也没喝一泡水 回家喝水去 拜拜